最近台積電的話題非常多 從之前科技部的部長說 台積電要投資南科 說這個部長 你怎麼可以公開寫秘密呢 又傳出說台積電裡面 有非常多的資深人員 要被中國 被南韓挖角 現在傳出說張忠榮 因為這件事情真的生氣了 說他旗下的工程師 拿別人的錢 說拿了錢之後希望喬 台積電跟他們公司 能夠有業務上面的換接 可是拿了好幾年 一個業績 一個訂單 都沒有幫別人做 結果被申訴 好 其實這次的張忠榮 就為了內部的事情 這次大家說他這件事 他真的生氣了 因為張忠榮大家知道說 最近他的事情很多 可是內部的員工 他自己認為說 他對員工非常的好 這些員工也都是高薪禮聘 可是為什麼還會傳出 就是最近很多的檢舉函 從去年的6月開始 陸陸續續就接到 很多的檢舉函說 他內部有很多的員工 集體收賄 其中被點名的 就是一位郭姓的資深員工 來到台積電 其實已經超過20年 結果沒想到 可是上面檢舉的是說 他月薪30萬 年薪300萬 300萬 年薪300萬 月薪大概整體30萬 對 可是他每個月收 1萬塊的顧問費 大家其實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覺得說顯不相當 可是檢舉函一直陸陸續續 就是說提到說廠商 行賄的廠商 有美國的iPhone做測試的 然後有日本 有韓國 也就是說其實台積電的很多的 供應商或是競爭對手 他們希望打入台積電的生意 所以對台積電的很多的員工 很多的工程師動手 大家看到說台積電其實 當然你說薪水 其實算起來 在科技業裡頭 大家認為很好 可是可能他們認為說 張忠謀本身一年就幾億 上億的收入 他們收入非常好 其實大學起薪3萬8 然後碩士起薪4萬5 博士的起薪6萬塊 本薪加獎金加分紅 對 所以是本薪年終獎金加分紅 但其實大概越高階的 比如說像大家看到這個 他的共同執行長蔣上億蔣霸 蔣霸那時候是5000萬到1億 一年 對 他一年的薪水 所以那時候大家說 中芯半導體一年是 只有四 五萬塊的美金請他去 太小額科了 所以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對台積電的很多資訊員工 像這次被檢舉的這位員工來說 其實大家認為說 你300多萬 然後再加上本薪 獎金跟分紅 如果這樣一年拿下來的話 七 八百萬沒有問題 可是這次整個被檢舉的是說 這算是集體性的 而且算起來的話 收賄的金額超過10億 等於說那個顧問費之外 還有其他離離口口加起來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像台積電這樣的一個高端的人 尤其是經理協理以上的人 廠商都很想巴解他們 就是希望說你們幫我喬 喬看看某些零件 某些機器 那是不是換我們的 對 當然也傳出說 這些廠商無所不用其極的 去巴解台積電的員工 比如說給他們很多的好處 然後招待他們的家人旅遊 環遊世界 甚至只要有機會的話 就送紅包之外 還帶他們去一些聲色場所 其實這個其實很多人 也都經常聽到 因為這樣的一個事件 不只在台積電 在鴻海 甚至在華碩 其實只要是好的大的電子業裡頭 其實只要他們賺錢 然後有切入點的話 其實對手或是廠商 供應商 都希望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拿到台積電 拿到鴻海的訂單 所以鴻海之前不是也傳出 像廖萬成 就是資深員工 整個集體的社會的事件 然後讓郭董大怒 其實華碩跟何碩 就是童子賢他們 也都發生過一樣的事情 張忠謀當然是 他除了防止員工被挖腳 像梁夢松被挖到三星之外 其實這一次算是說 很少很少傳出來 台積電的集體收匯案 而在今年年初 就已經有人點名檢舉 點名檢舉被點名到 員工都已經被FIRE了 可是真正的情況如何 因為張宗謀是把這些事件 移送檢調去調查 到底有沒有辦法開花結果 就像鴻海的廖萬成事件這樣子 也就是查出來說 是不是外面 有所謂的集體採購中心 而這些集體採購中心 他們是有收到廠商的賄賂 但是台積電這一次 他是想要切入台積電的廠商 長期以來都如此 而且給的是顧問費 金額又不是很高 所以這起事件 當然對張宗謀來說 他認為說外界這些傳言 甚至這些具體點名的事件 對他來說造成領導上 對整個台積電的形象造成影響 但是具體的狀況 也就是說這10億的 這10億的收賄是不是太高了 或說真的有點誇張 對張宗謀來說 因為現在還沒有找到真相 所以他相當相當的苦惱 倒是真的